Hello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FB還有Twitch 那今天這期影片呢是 大師之前直播守護者之間外傳 被 風雷工作室的人看到 然後他有一天就私訊問我說 很高興我 直播這款遊戲,然後謝謝我對這款遊戲的喜愛 然後他就寄贈品給我這樣子 然後他們還附上一個紙條 以此證明 是真的寄給我的 所以我其實蠻開心的 然後這個證明其實後面這兩個沒有啦 這個是精裝版 那時候Lilo出的精裝版 然後這個滑鼠店是之前大師買聖宇之歌一代的時候送的 滑鼠店 然後我一直留到現在 完全沒有使用 現在他有點泛黃了 畢竟很久了 然後再來就是他主要 風雷工作室 送我的贈品是這個原生袋 那這個原生袋我記得在精裝版的 裡面這個也有 然後再來一個是美術級 美術級這個精裝版那個時候我買的時候也有送 然後 這本我就沒有了 聖宇之歌十周年的 紀念畫冊 這個是怎麼都出的 我就不曉得 這本也是沒有 然後他 就是有 獵人的那個 一代啊 的一些美術集這樣子 然後 豬二啊 這是一二代的角色 然後後面就是場景圖啊 那會拍這一集主要是 為了感謝他們就是有看到我的頻道 然後 因為我直播這款所有的時間外傳 然後 讓他們注意到我 就是 當然希望他們會 之後可以繼續做後面的續作 因為老實說 我還蠻期待的 我觀眾朋友 有在玩守護者之間跟聖宇之歌應該也蠻期待他們後續的 研發消息啊 總言之就是希望 希望 豬兒 不是啊 希望愛談 可以找到妹妹 這是 還是很感謝 這是我的訂閱人數 沒有那麼多人 然後 豐雷他們這樣願意 這樣願意 寄贈品給我 我實在是 很感動啦 好 那這個影片 就是 拍起來 就是 謝謝豐雷 工作室的 研發人員 團隊 團隊們 感謝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這個就是我IG FB還有Twitch 讚啦